如佛金金河污染事件让大家意识到 一些工厂的运作对环境造成的极大伤害 而极大州政府也不遗余力打击非法营运 并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工厂 尽管州政府早前已经下令 部分违法工厂必须马上停止运作 不过还是有一些工厂名玩不灵 对此州政府唯有拉大队展开执法行动 切断顽固厂家的电流供应已经效有 连同职宝当局和国能 极大州政府今天拉大队 以并切断了四家工厂的电流供应 在于这场行动 管理极大社会人力资源和环境事务的 行政议员黄思敏说 州政府近来严厉打击非法营运 和污染环境的工厂 如果发出了官场警告 但是依旧运作 政府唯有断电处理 以示惩罚 今天被断电的工厂分别是在双西大年 美农和俄伦 黄思敏说 州政府截至目前已经在双西大年 查封了16间类似的工厂 这些工厂都是早前被州政府查出 涉及非法运作或有污染环境的问题 才会被查封 目前已经遭到割除电供的工厂 一共有8家 若没有遵守指令 断电行动还会陆续涌来 黄思敏说 若切割电源之后 工厂依旧运作 那么这就是属于偷电的严重罪行 NTV七一集大才博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